为了永依的事 周师父 替张老板向我道歉 两大哥夫妇 也向我道歉 现在就连你 永依做的事 是他自己的选择 就得由他自己来承担后顾 我们杜家 既蒙受大家的关爱和照顾 却又让大家觉得 好像全都亏欠了我们似的 我真的是承受不惜 嫂子 你的这番话 让我听得极其难受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老是这样 就会替别人打算 有什么委屈都往自己肚子里吞 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替自己打算打算呢 我不觉得委屈 我也不想怪任何人 好嫂子 好嫂子 就请你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得上你的忙 帮我找到永依 对 我一定要找到永依 我要劝他郎子回头 程剑 你怎么回来啊 想不到你这个工作狂 也有时间来听歌啊 也有时间来听歌啊 八成是新莲小姐的 歌声也把你给征服了吧 看来啊我有新对手了 天嬸 日暮藏山 新回庄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哥 你在唱什么呀 连歌词都不会 还唱什么唱啊 哥 好好一首歌 被你唱的什么音乐 你唱什么 你们唱的快都好了 姐姐 我是游泽 我回来了 你的伤 放心 死不了的 我担心死了 我以为你已经 已经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救我的女 是我娘 是 来来 放这儿吧 请问你是 你就是新莲 你找我啊 长得还算标致 身材也还可以 可是你别以为抓住了庆康哥的心 你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 你别做梦了 庆康哥是我一个人的 是我的 这位小姐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谁是你的庆康哥 你就别装傻了 他每天给你送花写情书 你会不知道吗 小姐 你说的是那个年轻人呀 你误会了 那个年轻人啊 是新年的歌迷 一路从省城追过来的 杜小姐 你挺有本事的呀 你把我的庆康歌迷得团团转 可你知道吗 他是我的未婚夫 我想你误会了 我们之间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干嘛每天跟他在茶楼里眉来眼去的 请你说话客气一点 我说话已经够客气了 要不是你勾引他 似缠着他 他那么老实一个人 怎么会被你迷住了呢 呸 你给我闭嘴 谁勾引谁了 我家女儿安安分分地在唱歌 是那小子自己跑来捧场的 关我们什么事 就是 你自己没有管好你那个什么哥哥 关我们新年什么事 我们新年可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 他已经跟我未婚夫搞在一起了 还说没有对不起我吗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我跟你未婚夫甚至没有说过半句话 你这鬼话骗谁呢 他都跟我说他喜欢你了 你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罢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甚至到现在 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谢谢你提起 我以后会跟他保持距离的 现在你可以离开了吗 你凭什么叫我离开呀 你不过就是一个卖唱的歌女 你敢在我面前发号实力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 这是我家 请你出去 我不会出去的 除非你跟我保证 你不会再供应我为婚夫了 怎么说话呢 郭忠俊 出去 我不是跟你们说话 你们闭嘴 你少来这一趟给我滚 你到我家来 居然叫我爹娘闭嘴 你真是太过分了 出去 你干吗 你给我出去 放开我 出去 放手 如果我真的做了你说的那些事 我敢做敢当 可是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我这辈子最痛恨别人 无陷栽赃 开门了 东兴莲 你既然这么对我 你给我记住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咱们走着瞧 我一定要把你赶出县城 我让你抄不下去 那你发现了 你不认真是 我要给你 inconsistencies 我都可能是做的 先知忆思识 你不是 我的 我只是真是 你不认真是 我俩不认真吗 不认真是 我只认真是 我对我 可是却是我头一次鼓起勇气 跟你说话 你好 我叫段庆康 等会表演结束完 我想请你吃个饭 行吗 臭小子 就是你 怎么了 可惜那些玫瑰花早就枯萎了 不然 我也会一并退还给你 新烈小姐 我对你是诚心诚意的 都跟你说这么清楚了 你还来着干嘛 走开 我警告你啊 不许再纠缠我们家女儿 可是 我真的是非常欣赏新莲小姐的 抱歉 我们家新莲无福消瘦 我 你都是有未婚妻的人了 昨天 你那个刁蛮的未婚妻 还到我们家来撒野 以后 不许再准了 如同一结婚妻的人 你可知道她有多伤心 我们不是妈妈 对不起 你 是 我们是 你可知道她哭得有多伤心 走 跟我去向我娘道歉 大夫道 你 好了 我知道你的心情 哪个男人不偷心啊 但是呢 玩够了之后 你得知道擦擦嘴 只要你跟这个女人一刀两断 我就不跟你记下了 你知道宁儿的性格 只要你去跟他赔个不是 他就会原谅你 走 你真不扫娃 我早就决定了 我不会接受我父亲 和你父母替我们安排好的婚约 干什么呀这是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 稍管闲事 带走 新连 新连 新连姑娘 我都查清楚了 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到目前为止 都还只是段庆康一厢情愿 既然这样 你就保持这个状态 离他越远越好 懂吗 走 没有 我可快 走 我又想要你 你 我 我 我 欣妍 跪下 我就当你是一时糊涂 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是该让她好好反省 我们家刘宁家事好条件好 谁娶了她那是谁的福气 怎么会有人这么不知好歹 还拼命往外推呢 听见没有 副省长的夫人就这么一个掌上千金 把她托付给你 那是看得起你 好吧 你却不知道爱惜 那你明天 就给我回省城去 不许待在这儿 我要留在这里 我就不准 爹 我已经成人了 我想跟谁谈恋爱 我想和谁结婚 你都是我的自由 你还敢顶嘴 秦康哥 段伯伯 您就别再打他了 再给秦康哥一点时间 他会想明白的 我的人生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我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安排 也包括你的安排 爹 你别想把你的政治关系 安在我头上 总之这张婚事 我绝对不会接受你 你 你给我回来 段家乡 你这个儿子是怎么教的 在这个家里 到底是你说了算呢 还是你那个儿子说了算呢 嫂子 是我管教无方请你见谅 不过你放心 婚约的事 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我看哪 他呀 就是被你给宠坏了 娘 你就别再怪人家段伯伯了 我呀 已经去找人查 那个女人的底细了 等查清楚了 你要帮我 那娘娘 怎么帮你啊 把他们一家人 赶出城 少爷 就在前面 马上就要到了 他家就在前面 一点错没有 而且我呀 查了很久 这一个人住 还没第二个人 你知道吗 我为了找这个地方 飞了好大的周折 到了 我来窗门 我马上就出来了 马上就出来了 马上就出来了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挺想你的 来看看你 你过来 放开我 休想 放开 叫你放开他 张检察官 你好啊 我是一个执法人员 你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无论你是平民百姓 还是副省长的儿子 只要你今天敢动 这个女的一根寒毛 我就当场逮捕你 你敢 要不要试试 刘侃 你要不要也试试 我告诉你 单凭你们两个 今天的所作所为 我就可以告你们 私闯民宅 意图非礼良家妇女 攻击执法人员 你知道 这几条罪要做几年劳吗 至少十年 不要考验我 也别以为你是副省长的儿子 就可以为所欲为 张检察官 谢谢你一再提醒我 没错 我是刘副省长的儿子 但是你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官位是我给的 既然给了你 我也可以收回 所以你千万不要考验我 不要以为你是个检察官 就可以为所欲为 走 少爷 刚才是我一身身手 才让他帅水 郑小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啊 张检察官 以后 要是有人半夜敲门 可别像刚才那样 有问都不问就把门打开 我担心有个通缉药犯 就躲在这儿附近 通缉药犯 我曾经跟踪他到这儿附近 结果他就消失了 总之 你还是小心点好 就算真的有通缉药犯 也比不上副省长的儿子可怕 也是 很晚了 不打扰了 好 您慢走 好 嗯 蓉姨 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至于 不过 这里我不能再待了 你要走吗 嗯 再过两天 等我伤好一点 我就离开这儿 那个刘侃成天找我麻烦 我也不想再招惹他了 永逸 我把插楼的工作辞了 跟你一起走吧 你不愿意吗 不是不愿意 我原本打算 让你留下来照顾我娘的 你让我照顾你娘 怎么 你不愿意 不 我愿意 也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 我终于确信 你把我当成你的媳妇了 文玉 放心吧 为了娘 我会留下的 我会留下的 伯母 伯母 婉玉 你怎么来了 伯母 那天跟您一见面之后啊 就觉得跟您特别有缘 所以 以后这脸皮来打搅您啊 说什么打搅呢 来 请坐 谢谢 郑小姐 也真是不简单啊 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茶楼的经理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连个伙计的工作都找不到呢 您才是不容易呢 面对这么多困境 都没有被击倒 我才是真的佩服你 你太谦虚了 你 你结婚了吗 我只是很好奇 像你这么能干的女孩 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是条汉子 到处漂泊 四海为家 她非常孝敬她的母亲 就算常年在外 难得见到母亲 可心里 总是随时都惦记着她 我大儿子也是 从小就一心向着我 虽然她现在不在我身边 可我知道 她一定也还惦记着我 我以后可以常常来看你吗 你要来看我 我当然很高兴啊 可是你茶楼的工作不是很忙吗 你怎么会有空来看我 没空也得抽空啊 说实话 见到伯母 就像见到自己的娘 我想 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 谢谢你啊 郑小姐 您就别客气了 对了伯母 我帮您带了一些枸杞 菊花 还有黄芪 帮您冲一杯 喝了补气的 来了 黄太太 等等 我说过了 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我知道 但是今天不是我想见你 黄太太 还记得我吗 我是杜又萍的妻子 我最近刚从牢里出来 你 你又来干什么 我想请问你知不知道 住在你们隔壁的河婴 搬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那可不可以经你告诉我 当年我的小女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当年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等等 黄太太 我拜托你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拜托你告诉我好吗 我不知道 你们干什么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狗六 干什么你们 滚 狗六 狗六 你先别激动 我们是来找你母亲 问一些事情的 你不走是不是 好好 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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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走 嫂子 抱歉 没事 当年你也是为了帮我 才惹上了这个麻烦 只是没想到 隔了那么久 这家人的恨意还那么深 其实黄太太那儿 我已经请警队的兄弟问过她了 答案跟刚才一样 一问三不知 但是 我总觉得 她好像在隐瞒些什么 她对我的态度不是恨 而是不安 只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她才会愿意告诉我 这恐怕我就帮不上忙了 嫂子 我了解 这事 我自己来 我会继续求她 今天不行 就明天 明天不行 就后天 我相信 只要我不放弃 她会了解我的诚意 总有一天 会愿意把事实告诉我的 嫂子 这就是我永远比不上你的地方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你总是那么乐观 我们不会再地线 我们会不能再地线 你赢 我身份 我们不如指监 我们不如指监 我们修理 她也不如指监 我上班 我摸在这前吒 我LYES 你会不如指监 我来 Beach 张检察官 里面请 谢谢 张检察官呐 你们给她修正的 她在身上 不需要 一旦 能由她 不 咱们 难怪你这么了解脖子翼 一口咬定他会回家 你到底想说什么 老实说 我很在意两个问题 第一 你的上司 到底知不知道 你和脖子翼的关系 不然他怎么会派你来抓他呢 第二 张老板一直认为 我是杀害他们家五条人命的凶手 那么你呢 你这次回来 跟这件事有关吗 除了抓人之外 是不是也想调查调查我呀 我到这来 目的很明确也很简单 就是逮捕杜永逸 并借此揪出他背后的 整个强盗集团 年轻了 就是还拥有很多的可能性呢 不像我们 老了 年过半百了 没有什么可能性了 当警察就只能当警察了 我说张检察官呢 趁着年轻 好好地玩会儿 等你玩够了 这人生 或者还有其他的选择 什么意思 好好干 如果能抓到杜永逸 我恭喜你 可如果你抓不着他 甚至让我知道 你是故意放过他 那请你相信我 你检察官这顶乌纱帽 很快就保不住了 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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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接下来 有时候吧 我真是想不通 所谓的爹究竟是什么 爱你的人 还是折磨你的人 我苦读十多年 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 才有今天这个位置 可是 还是摆脱不了父母 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 今天 我居然被一个狗官当面骂得 我体无完肤 而我竟然只能硬生生吞下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还不是一样身不由己 我爹为了跟那个副省长 搞好关系 在我小时候 就帮我跟这个副省长的女儿 定了亲 可是你想想看 这种旧时代的思维跟做法 怎么能够当真吗 可是就因为他是我父亲 如果我不照做 我就是不孝 我就是见义思迁 就算念了大学 当了检察官又怎么样 到头来 竟然连自己喜欢的人 都没办法做主 来 为我们两个受尽父母折磨的人 早日脱离苦海 可不是吗 顺便祈求我爹 早日回省城 干他的警务处长 否则 我知道被他逼疯的 你说你爹是 段家乡段处长 是啊 怎么了 没事 是 对了 你说的那个狗官是谁啊 我倒是很想知道 在我们县城里 究竟有哪个家伙 胆子大到 敢羞辱我们张检察官 别提了 来 喝酒 来 老板 给我切五点小菜外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慕不客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事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碰到 我很清楚 像你这样的公子哥也只是玩玩罢了 玩腻了 还是会乖乖地回到家人的身边 最终受苦的是我们家新年 新年小姐 只要你给我机会 我会证明给你看着 我跟你之前碰到的那些人不一样 我可没什么不一样 你的未婚妻都闹到我们家了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这门婚事 是因为那个女孩的爹 跟我爹是旧事 是他们两个擅自替我们订了亲 你们家很有钱 我 我们家很穷的 那我就糊涂了 你们家很穷 那你怎么天天跑茶楼 而且订的都是最好的位子 还能买那么昂贵的进口玫瑰花 送给我们家新年呢 那 那是因为 我 我跟朋友借了一笔钱 借了钱不过日子来追女孩 这不就正好证明了我的心意 杨大叔 在我眼里 再多的钱都比不上你的女孩 因为我知道 一个好的女孩 一旦错过了 就算努力一辈子也得不到 新年 请你相信我 只要你点个头给我个机会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我该回去了 爹 我们走吧 新年 想不想吃卤味啊 想吃就跟我来啊 爹 让他到家里来 我再仔细观察观察他 我觉得这小子至少挺有骨气的 交个朋友嘛 来不来啊你 来啊 这就来 那走啊 来了 来了 走 走 走 没事 新年 到底什么事啊 这么晚了还把我叫过来 嫂子 我跟杨虎说好了 让他收工后买点吃的回来 我们今天啊 什么烦恼也不说 就好好地吃 尽情地喝 痛痛快快地聚一聚 好不好 老头子 回来了 回来了 嫂子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啊 经理 这么是 这就是一斤追求新年 打死不退的年轻人 段庆康 原来是你啊 你好 你好 原来你是伯母啊 是的 是的 是啊 是啊 他就是我老婆 段先生 至于接下来 我要给你介绍的这位啊 你可得好好认识 他就是新年的 新年的阿姨 阿姨你好 嫂子 你 段先生 你坐啊 坐坐坐 坐坐坐 段先生 您是本地人吗 是啊 段先生 他不是 王军 你不是说 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还不快去弄啊 坐 杨虎 先来帮忙啊 进来啊 好好好 那个你们坐啊 你们能不能聊啊 好 来来来来 段先生 请问 家里还有哪些人呢 我家里 就我爹和我两个人 那请问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检察官 是吗 真是不简单 现在的年轻人啊 个个都比我们 那个时候强多了 真好 老头子 记得你 小伙子 你怎么吃 你来 我 都会吃 你 你去看 你的酒量可真是好嘛 我跟你说呀 我现在酒量已经退步了 想当年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 我可真的是千杯不醉 万杯不倒 来来来喝 好喝 时候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嫂子 阿姨 我送你 不用送了 你慢慢喝 你们继续聊 我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那你慢走我不送了啊 秦哥 来来来 咱们喝酒 不醉不归 来来来 好 不醉不归 来 好 咱们今天是不醉不归 好 不醉不归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等着等着等着 我出去一下 去吧 去吧 来来来 继续喝 来来来 来 不醉不归 来 星雷 来来来来 你怎么出来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介绍自己 你不要多问了 赶快回去吧 娘 你不说清楚 我就不让你走 星莲 嫂子 嫂子 文君 怎么连你也来了 嫂子 你不能这样就走了 你明明是星莲的娘 却硬说成是阿姨 别说是星莲 就算是我 也要跟你讨个说法 这件事情 我在牢里的时候 就想了很久 这么做 是唯一的办法 娘 我不明白 男女交往 难免会探听来探听去的 等你和段先生进一步交往的时候 你也会想了解他和他的家人 可是如果问到我 要怎么介绍我的过去呢 你的话 你不明白 是 我 不明白 你 如果 你 得 ... 我 不要 ... 我 找我 那 你 我 我 我 就什么都不用在意 既然这样 为什么您现在还会有这种想法呢 世俗偏见的力量 远大于我的想象 我们有选择的余地 我不要 行李 不要赌气 你平心静气地扪心自问 外人怎么可能了解 我们所遭遇的一些事情 他们又怎么能理解 娘所蒙受的一切 都是被人冤枉的 娘不想成为 你和别人交往的障碍 你明白吗 我不要 你是我的亲娘 我不要叫你阿瑜 文娟 你劝劝她吧 别人不懂我在说什么 可是现在 你是新莲的娘 你一定懂得我在说些什么的 嫂子 我文娟 这种事情不能心软的 如果因为我 而影响了新莲的幸福 那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我明白 带先你回去吧 娘 你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我 我就要救你 我不要叫你阿姨 我 我就要叫你娘 孩子 好好走你自己的路 你的亲生母亲 已经缺带了十五个年头 命运已经不允许她再回头了 所以 你也不能回头 你知道吗 从今晚开始 好好陪着你娘 你爹 必须地走在你心带人生的道路上 永远 永远 不许回头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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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人的爹娘 一个姓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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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姓黄 可是她自己缺姓杜 这是怎么回事啊 据说她小时候被杨树夫妻收养的 可是夫妻俩并没有替她改姓 所以她的护证资料 记载的父母亲 还是她原来的生父生母的名字 来 我看看 皇太太 皇太太 请你开门好吧 我要找你没有过意 我只想知道我小女儿的下落 黄太太 我求你 你开开门吧 黄太太 黄太太 多少风雨在人生的路上 多少悲伤要独自去穿 这双肩如何担负 恨和希望 恨和希望 欲望 雨雪风霜 告诉自己要坚强 恨成万丈 得幸福遥遥相望 冷暖悲凉 点点滴滴在心上 恨来疏往 看透人世浮华沧桑 如果永恒是一个梦想 你还会给我力量 不再彷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